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我是万象和 今天重电族群 还有什么 都更题材 持续在发酵 其实我们之前都告诉大家过了 我们都有讲过 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来聊这个重电概念股 还会持续冲 然后呢 再来验证一下红海的报告 之前给大家红海报告对不对 我们今天来验证一下 红海目前状况是什么 好不好那大家来看我们的节目 好那先来看报告 红海报告我一直讲说放在LINE的首页上面 欢迎大家来看LINE在哪里呢 小老鼠649 CNWVI 那如果你还没有加入 你想要看报告的朋友先加入然后到LINE的首页上面来看 当时就跟大家讲红海有机会在哪里 130到150之间区间震荡盘整整理 然后才会再往上攻击 在之前那一天大跌的时候会跟大家讲 好消息是什么讲得非常明确 有搜角有留下引线有搜角 这个是什么好消息对不对 而且在高档没有爆量 没有爆量 这都是未来怎么样我写得非常清楚 能够有再次攻击的证据 这个是好几点列给你 那如果你没有来看 现在欢迎你持续加入来看 好不好就到我们这个LINE的首页上面来看 报告都没有删掉都是一模一样的放在上面 好那来跟大家讲一下看红海 今天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又小涨一点 不过后来又压回来 那就是在这个区间内他会持续做整理 这个140以下这边有没有 基本上下面的支撑力道还是蛮强的 所以往下跌可能下一次我认为还会再整理一段时间 可能还会再回来一次 那大家都持续看 那目前还是有机会继续攻的 因为在这个上面 其实并没有爆量卖出 所以不用太担心 红海状况其实还算不错的 他之前跟大家讲红准其实你就 不要买红准就是 暴涨暴跌股 买进去你就要比较小心那你记得买进去可能是强短 记得要强短 好那来看一下这个 4月1号给大家的报告我们讲什么呢 讲了这些个股对不对 2万攻略 4月1号大家看一下4月1号到现在几天 今天18号嘛4月1号到现在几天 几个交易日还扣掉放假对不对 还有什么清明廉价嘛 好大家自己去算一下现在才几个交易日而已 4月1号到现在 大家看一下光耀今天获利又往上冲 到49%了 汉磊今天有没有往上冲 虽然有压回来不过还是往上冲嘛对不对 爱三菱今天怎么样 是不是继续往上攻 我当时还跟大家讲 爱三菱4月1号给大家嘛 4月1号给大家那时候地震没有 4月3号才地震嘛 我4月1号资料就给你了 你就已经拿到手上了 4月3号才地震 4月1号给大家资料 那现在都根题材嘛 爱三菱又继续涨 对不对 爱三菱又继续涨 那我跟大家讲其实我们还有其他这个什么 这个都根的题材 的类国 我们有会员家族手上有持有 那就跟大家讲说 当时就讲过说 如果你想要上车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操作嘛 就是这么简单 那资料给你如果你有来领取的 恭喜你有赚到这些钱 恭喜你有赚到钱好不好 之前有朋友留言说 这个光耀有赚到钱嘛 那光耀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不是继续涨 大赚了真的大赚了49% 几天的时间大家各位朋友自己算一下好不好 4月1号到现在 我不像其他老师 报了半年告诉你我们这个涨停板然后在上面上下下 其实你都没有赚到钱 然后告诉你我可以赚 跟我们操作可以赚好几倍 老师从来不告诉你这些事情 我从来不去跟你话这些大兵我们资料 4月1号对不对给你 这个都直接送到你手上的 有没有赚钱就是看你有没有来哪而已 当初跟大家讲这个数量也有限制 如果你没拿到没关系 下一次把握机会 好不好下一次把握机会然后 或者如果你不想等下一次 你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进场做操作 我告诉你其实 今天我们也有进场 一样也是开始往上做上工 好不好那最近有很多个股 台股在经过回档之后 很多股票其实又开始出现转机了 那资金 就开始出现什么 开始出现轮转了 会转到之前都没有涨过的个股开始慢慢在那边酝酿 当他在酝酿的时候 就有迹象了 其实这个K线图上都能看出来 有没有觉得老师的图很干净 我们没有什么均线嘛 没有RSI 没有一大堆指标 我们就看K线 K线叫什么 K线叫做买卖的记录 我称它为这个股票市场实价登录 它是什么每一笔交易 记录下来嘛 那是不是实价登录 实价登录绝对有参考价值 有些老师会告诉你说 看这些图没有用 看实价登录没有用 请问去问房地产说 看实价登录没有用 去跟这个政府讲说实价登录没有用 拜托一下你去讲看看 看有没有人笑你 那你今天如果讲出这样的话 在股票市场上 有些人可能半信半疑 但实际上你想一想 你就会觉得很荒谬 对不对 K线图就是实价登录 好不好 股票市场 每一档股票的实价登录 他把每一笔交易都记录下来 请问有没有用 只是你不会解读而已 我们专业就在这里 我们会解读 好那我告诉大家 你看今天继续涨 今天继续创高 到时候在后面还有机会还没涨完 好不好 这个中间过程已经两只涨停板了 好不好我们简单带过 那在汉磊部分 昨天放利多 昨天放利多讲说打入灰达AI供应链 然后呢 然后今天就被押回来 今天被押回来 但是我们一样 已经三只停板了 这边 这边一只这边一只 然后这边一只 已经赚三只停板了 我告诉大家今天押回来是怎么样 是不是在做这个走势的合理范围之内 是在走势合理范围之内吗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当初一直在跟大家分享 从3月11号 昨天有讲 我们有 我放图 对不对 3月11号就跟大家讲了这个汉磊的部分 持续在分享 甚至在更早几天3月8号 在财经及时通 我们有跟大家报告 就有讲到汉磊 然后我们就持续一路在做分享 我告诉大家什么事情 已经连续跌三年了 从上面跌下来 已经连续跌三年 那现在开始往上涨 有没有想解套 现在撞到2023年9月份这个位置 有没有人想解套 当然有人会想要做解套嘛 对不对 而且当初叫什么 跌下来之后叫什么 叫破底翻 非常非常讲的非常非常清楚 这边叫什么 叫破底翻 跌下来之后破底翻 连续跌三年之后破底翻 现在一直涨 我们已经赚30%了 超过30%了 然后呢 涨到这个位置 有没有人想要做获利了结 上面有套牢的吗 我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会有人这个 获利了结又有什么解套卖压嘛 所以就你看到今天 开始有一些压回状况出现 不过压回就持续做整理 就持续做整理 这个整个走势已经变成转为什么 开始要准备转为多头 好不好 所以回档我们就找机会做一个买金的动作 那也欢迎你跟着我们脚步一起来操作 什么时候最佳买点 只有你跟着我操作你才会知道 好那再来是 继续来看这个重电的部分 重电族群今天非常强 包括什么电线电缆股也很强 那我们就各个挑一档来讲 那你看今天很多股都涨 对不对 什么大同 市电 华城 上尾投控 中兴电 大部分都涨 都非常非常的强 前几天台股大跌的时候 你有想到今天这个怎么样 非常非常的强 会转为这么强 当初大家很 害怕嘛 对不对 当初大家华城 都觉得很害怕 好像市电的点停板嘛 对不对 觉得很害怕 那今天就开始就转强了 那基本上我就一直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台湾股市现在叫什么 多头格局 多头格局好不好 还没有结束 那当初也跟大家讲 2万点会有人守 虽然说 当天台股大跌600点 的时候怎么样 好像跌破2万点 但是你看隔天马上就涨回去 大同的部分 这边是创了什么 创了非常非常久的这个高点 创了非常久 现在这个2023年7月份的这个高点 最近一次高点 在这个这条线的位置 附近 已经突破了 然后今天往上涨 不过大家要注意 重电 不是每一档都非常的这个 稳健 像大同今天往上走 有爆量 有爆量所以你就必须要来注意 这边你看到 所有的量就今天最大 然后在这边出现震荡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特别来留意 万一明天开始往下回档 你就要特别注意 上面会形成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 还是提醒你风险 好不好 还是提醒你风险 那我告诉大家 如今什么 回档如果在什么 在这条支撑线之上 都还可以 继续做一个观望 都还可以继续做一个观望 也许明天回档 但是怎么样 不要往下跌破 不要一路跌回55 那你自己这个就要注意了 这可能 这个走势非常不好 对不对 所以 这个重电族群也不是说 免疫党都非常强 但是 像华晨 已经涨到900多1000块了 如果你还要继续追 请问一下你就要想一下 你现在想一下 华晨他能够再涨多少 涨到1500吗 这个东西需要你仔细去思考 所以 你现在还想去买 就要去找到什么 还没有涨的个股 那大雅部分呢 大雅部分今天也是怎么样 涨停板 今天是非常非常厉害 27年来的新高了 好不好 最近其实这个资金 非常非常热门 还是都是在什么 重电还有电线电缆上面 不过在跟大家讲 其实你可以发现 这个都已经涨了非常多了 如果有出现像大同涨到最后一天 然后这边突然出现爆量 开始就要有警觉 好不好 那这边是涨上来有爆量但是 换手量 没有出现大跌 没有出现大跌 所以他还是有机会继续攻的 还是有机会 创了27年新高 请问一下 非常非常了不起 27年前 现在上面有没有套牢的 没有人会套 27年30年 没有人会套那么久 可能早就卖掉了 就算他没卖 27年来的股利可能也打平了 一定打平了 好不好 所以 接下来我告诉大家 往上涨的机会还是非常大的 你可以如果你有买的话 你可以持续来留意 那这个限揽大亨 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进去买 限揽大亨落后股 电线电缆落后股 然后 低档大户开始布局 大家看这边有没有小的一个盘整区 低档大户在下面不断的在买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 一大早家族就进去买了 一大早家族进去买了 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操作 你可以到LINE上面来询问 一样小老鼠649 CNWBI 请你加入来问我们 这是哪一档股票 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 好不好 请你来询问 然后加权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加权的部分今天继续收什么继续收小红 0.43涨0.43 今天本来也是在这边持续做震荡 开盘的时候有往下跌一点 因为昨天晚上美国股市走势不太好 对不对 但是我一直到家台股还是比美股强 这个情况跟前几年不太一样 然后 今天台积电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是由黑翻红 最后收在平盘 下午的时候台积电要来举行法说会 我们录影时间台积电还没法说会了 所以法说会之后我告诉大家 我认为台积电还会持续的往上做上工 台积电走势多头走势还没有走完 我认为还没有走完 所以还有机会继续往上做上工 好不好 那如果台积电法说会 给出的这个报告 市场上都很满意的话也许 明天又继续往上涨 下个礼拜又继续往上涨 然后呢 当初这边大跌这几天 可能大家马上就遗忘了 你也不会想 今天大跌跌要恐怖 你马上就不会记得那些事情 你就会知道说 我在这几天没有逢低买进 你真的很后悔 所以跟大家讲不要浪费机会 其实跌下来尤其在多头格局 回档就是买进 大家记住多头格局 回档的时候就是买进 不要浪费机会 请你把握机会好不好 我认为台积电今天法说会之后会有好消息 我们就持续多一个追踪 那你看这个在4月16号大跌那时候就跟大家讲 2万会有人手 对不对 我们在社群上面跟大家讲 如果是你买到股票买的不对 那你就先出场观望 但是有很多个股市有出现机会 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买进的 好那像这档股票 昨天就跟大家分享 今天又涨了 这是今天的这个 盘中的走势图 今天又往上涨又往上喷了 好不好 昨天你没有来问 你没有这个 来询问 留下你的资料的话 那很可惜 不过告诉大家 他还是怎么样 目前进场位置还是非常非常的好 益损笔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现在都还有机会进场 所以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操作 他一样来询问 小老鼠649 CNWBI 你LINE先加起来再说 好不好 LINE先加起来再说 然后你先进来询问我们 如果你没有跟着我们操作 也许 这个 在LINE上面我会公开 好不好 LINE的讯息上面我会公开 所以就欢迎你 你先来加入 那最后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明天我们就继续帮他做 追踪也许台经验上涨之后 会有更漂亮的走势 还有更多的机会会出现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记得要订阅这个 股市万事的 不是订阅理财周刊 理财周刊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杂讯 我跟大家讲资讯请你慎选 好不好 我们给大家资料都尽量找到最正确的资讯 老师的专业能够帮助你 告诉你 现在这个股市 到底这个怎么样 会不会继续涨 这档股价会不会继续涨 像这个 有些个股放出来新闻是假消息 我就能够做一个解读跟判断 其他人可能没有办法 我们就用K线图就能够解释给你听 我跟大家讲欢迎你来加入 记得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明天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现在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 我在听 这个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 轻松理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